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宣称 已经完全夺取乌东地区巴赫姆特北方的村镇 克拉斯纳霍拉 并且是在过程当中呢 歼灭了上百名的乌军 同一天北约秘书长则连忙警告 俄军计划在2月中发动的大进攻 恐怕已经开始 一声令下 俄军炮兵操控榴弹炮连发数十弹 对乌俄交战最激烈的乌东巴赫姆特市 进行日以继夜的炮击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日 发布这段俄军炮击画面的同时 还声明宣称已经完全掌控 巴赫姆特市北方的重要战略村镇 克拉斯纳霍拉 接着俄国国防部还 声称大批前线俄军部队四天以来 已经成功向西推进两公里 卫星图像也显示巴赫姆特一带 十多座城镇周围全是俄军炮弹弹坑 显示目前乌俄两军交战前线 已经涵盖乌克兰东南部的哈尔科夫 顿内茨克 卢干斯克 以及扎波罗热州 战况越来越激烈 北约秘书长也联盟警告 俄军预料在今年2月中发动的大进攻 恐怕已经开始 根据北约统计随着战争升级 乌克兰部队每天发射的炮弹数量 多达1万枚 消耗速度更是非常的惊人 因此北约秘书长也呼吁各成员国 尽快增产炮弹 确保库存足够 就在战争即将届满一年 战况最高级的时刻 中国也前来参一咖 中国外交部当地时间13日表示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将在本月14到22日 先后访问法国 意大利 匈牙利以及俄罗斯 北京当局还强调 俄中将以王毅访问为契机 更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 另外还有俄国媒体透露 王毅访问俄国期间可能会与普丁会面 为习近平今年春季的俄罗斯访问事先铺路 环宇新闻谢中月综合报导 乌尔战事开打将要届满一周年 但战事持续胶着 人民的苦难还看不到终点 最近就传出有乌克兰村民在逃难途中 因为宿急并发而离世 至于俄罗斯则是有新婚夫妻 因为战争分隔两地 现在就连待在俄国的外国人也不安全了 美国驻莫斯克大使馆就紧急呼吁 要美国公民尽快离开俄罗斯 一个乌克兰家庭逃离为在战火前线的家园 家里的大家长祖母 却在逃难的路上离世 类似的悲伤故事持续在战地上发生 而就在2月14情人节前夕 一对俄罗斯的新婚夫妻 因为战事下一次的团聚恐怕遥遥无奇 慎治在俄国中 外国人也不安全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紧急呼吁 要美国公民立刻离开俄国 声明中指出 乌俄战争恐怕波及在俄美国人 美国公民还有可能受到 俄罗斯执法机构 任意逮捕或骚扰的风险 战事持续延烧 居住在乌俄两国的人民 至今仍然没有安稳的日子 环宇新闻张元俊综合报导 聚焦东北亚北韩当局 最近突然对俄罗斯提供士兵援助 还有提供军火 虽然说长年以来 的确北韩立场上比较轻俄 但是为何突然介入乌俄战争 带您深入了解 在北韩今年的阅兵典礼上 除了气势浩大的行军队伍之外 新的军旗也是一大亮点 北韩最近在军事上有许多大动作 除了因为扩大编制修改军旗之外 就连俄罗斯的瓦格纳佣兵集团 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武器 会不会也是北韩暗中援助的 美国白宫国安会上个月20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布 北韩提供军火给俄罗斯的证据 并且谴责北韩的行为 然而最新消息指出 北韩援助俄罗斯的可不只是武器 根据南韩媒体美日朝鲜的报道 来自北韩内部的消息指出 一批大约500人的志愿部队 将会在2月中旬到3月之间 抵达俄军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地区 为什么物资匮乏的北韩 要出手援助俄罗斯呢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 当然是希望以抗乌援俄的动作 换取日后朝鲜半岛有事实 来自俄罗斯的支持 此外北韩虽然非常重视武装力量 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军队已经没有实战的机会 北韩派兵前往乌克兰的原因之一 很可能就是希望借此获得实战经验 另外俄国非常需要人力协助重建占领区内 遭摧毁的基础建设等等 因此北韩的人力 很有可能是为了协助占领区 重建房屋和道路桥梁等等 这个举动能为北韩带来更多来自国外的收入 从北韩积极参与乌俄战士来看 新冷战的双边阵营可说已然成行 欢迎新闻方燕之综合报道 刚才了解乌东的情势相当的紧绷 随着乌俄战争进一步升温 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在当地时间11号证实 俄军方面开始动用非常可怕的无人神风快艇 目的是要攻击黑海水域的乌克兰桥梁 而为了让乌军更有效反制俄军的攻击 西方国家现在加快讨论 下一波原乌武器清单 其中包括射程400公里的英国暴风影巡弋飞弹 就在讨论之列 但消息一传出莫斯科方面提出警告 如果乌军获得这一类可以远及打击 到克里米亚半岛的长城飞弹 将会被俄军用更强的火力加倍奉还 一艘小型快艇朝着桥梁全速前进 一开到桥下瞬间引爆起火冒烟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证实 画面中的小艇其实是杀伤力强大的无人神风快艇 而俄罗斯最近开始动用这种致命凶器 袭击乌克兰桥梁等海上目标 已经对黑海民航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在俄军预料会发起的战争满周年大进攻 进入倒数计时之际 西方盟邦也迅速加快步伐 讨论下一波援武武器清单 其中射程远达240公里的美制鱼叉反舰飞弹 以及射程400公里的英制暴风影巡弋飞弹 都在讨论之列 要是能顺利获得这两款高精准长城飞弹 就连2014年遭莫斯科并吞的克里米亚半岛 都在乌军打击范围内 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前总统麦维德夫 接连释出警告 乌克兰要是敢接受西方长城武器 将会受到俄罗斯以更强大的火力 加倍奉还 不过俄国频频威胁 当然阻断不了国际社会大力援武 由西方国家组成负责协调军援事项的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 即将在当地时间14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召开峰会 会议前夕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就已经在11日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通话 讨讨会议议程以及军援优先事项 包括防空武器与大口径火炮 美方承诺会尽快交付乌军M1爱布兰战车等现代武器 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 环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道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环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带您走进全世界